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宣告 破报跟力报的停开 破报停开 力报就要改主 那时候他们给我们的原因 就是说他们学校经费不足 因为动涨的原因 可是问题是我们今天就搞 只要上学校网页 我们就可以发现 原来他们今年的收入 是比去年还要高的 他们预算是比去年还要高的 同时呢 我们的那个 那个董事的预算呢 是在这六年以来 他其实是增加200% 然后于此同时他那个 人事那个费用呢是增加28倍 所以我们是很要 甚至他那个 出席还有交通费呢 都是从现在是350万 所以我们是很好奇 如果是因为 是因为学校那个 那个经费不足的话 为什么这些可以增加呢 然后这些可以增加之于 为什么我们的那个 破报和力报 不能全数就是 像以往一样 这样的 这样的那个运作呢 反而需要 削准他们那个开支 就是六百多万嘛 然后就跟这五间学校 比较起来就是四星淡江福人 中华还有静体 他是最高的 虽然我们不会讲其他学校也是很没有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黑箱的结果 就是我们是我们学生 作为学生 作为学生的一份子 竟然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个资格 也没有任何管道去过问 那个钱是怎么用的 就包括那个 350万的那个 交换出席费 他们到底用在哪里 我们完全不知道 也没有权利去过问 四星长期雇用我 然后付我很多的薪水 就这一点 以及董事长长期对我的支持跟关照 我很感激 但是即便如此的话 我觉得我应该站在这边 为破报跟立报 说几句话 这个是我的光荣 绝对不是负担 我是一个学新闻 教新闻的 我认为新闻不应该等同于金钱 然后另外 破报立报的存在价值 不应该是由亏损来作为判准的 再其次 我是Lucy的忠诚的追随者 也因此我强烈的支持 跟希望立报跟破报能够继续的存在 我们现在破报的全部的员工 要争取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董事会 能够赶快签署 让渡协议 让渡给我们 员工自己筹组成的人民团体 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在之前过程的时候 才会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当初在之前的时候 社长 当时的社长一直口头承诺说 你们以后如果想要再继续办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再成立团体 然后 发行人的权力 商标什么的 都会让渡给你们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之前过后 我们现在觉得董事会的态度 推脱 呃 暧昧 感觉上只是在用拖延战术而已 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再度站出来的原因 我们当时谈得很清楚 你成立一个社团法 世新 在你社团法院成立以后 世新在假装时期 签约 把这个公共 这个所有二十年来的 这个使用权 这个所有的资产 这个资产 这个资产就包括了 企业啊 对 这个无形的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内容啊 使用权 签约以后才能播吧 好 那这里面就有程序问题了 我昨天早上还打电话给司委员 他们这样分工呢 阿智是 司委员负责内政部 阿智要负责出去找钱 他们内政部已经送件了 送件还有何准还有时间的问题 我不可能说 为什么我们要争取破报走向公共化化 我只想一件事情 破报成立二十年以来 包括总编辑到记者到写手 我们全部的人都是在为了这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总编辑黄孙权他大概从2006年之后 他一直都没有领总编辑的薪水 我上次跟自由时报记者讲这件事情之后 他觉得非常的惊讶 怎么可能从2006年之后没有领薪水可以做到现在 然后破报的所有的员工 包括业务部的同仁 编辑部的同仁 我们都是在忍受不是非常好的劳动条件之下 在那里非常辛苦的拉广告 然后记者也必须要忍受一个月三万块左右的薪水 然后必须每次要生产出很有观点 一个礼拜平均四千字左右的报导 还有我们的写手 他们长期忍受一个字只有一块钱的稿费 因为二十年以来 环境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变过 我们的写手包括非常有名的李右衣武安全还有蛋糖膜 他们一直都是在忍受这样子的稿费 今年二月底的时候 上层无预警告诉我们 我们的立报要转型 但之后再 因为预算不足的关系 原本十六个版只留八个版 但之后我们 他们就开始进行个人的去留医院调查 当初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选择继续留下来打拼 但是就在今年的三月三十一号晚上 立报的官网突然出现一则 突然出现一则停刊消息 完全没有跟我们讨论过 我们也是看网路才知道的 甚至我到当天晚上十点多才知道这个消息 我想问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作为吗 那如果说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有的作为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们 站在第一线的员工讨论过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的记者会我要提出两点诉求 希望世新的高层能够正视 第一 请世新的高层正视网路化趋势 根据这几次的社务会议 校方表示未来立报只有两张纸本报纸 关于官网以及社群网路社群媒体的经营 因为没有预算的关系 只能维持原状 就在其他主流或者是非主流媒体 不断的投入网路化预算的时候 我们立报只能以一个非常羊村的官网 以及根本就没有预算 然后每次Facebook他一改版 我们就会 我们的点月率就会大幅的下降 我们的主管告诉我们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钱的关系 我想要呼吁世新的高层 你们要正视网路化的趋势 否则在我看来 未来就算立报八月复刊之后 只靠了两张纸板和一个羊村的官网 这样的立报你想要经营下去 在我来看来就是名存实亡 第二点 多元议题才是终止 自立报创刊以来 未若是发生一直是我们立报创刊的终止 我们立报关注社运 环保 劳工 甚至我们有性别版 族群版 但是之后的立报 就只有教育专题 甚至如果我们要开了上面所有的议题的话 我们也只能从教育的角度来出发 我们认为这样的规范 展化了新闻的面向 也违背了立报为弱势发生的初衷 就是说突然啊 因为大家不了解 不太了解说整个程序 所有的学校 都是在二月份 在做八月一号以后的工作计划 每一个大学 新的学年度是在八月一号开始 所以新的学年度八月一号开始 如果要做哪些事 你一定是这样 要准备做哪些事 这些事需要多少人 需要多少钱 才会叭叭叭叭叭叭参 所以每年的二月是所有单位 都在检讨 一方面检讨就算 一方面去讨论 八月一号也会要做些什么事 所以从二月份讨论预算 然后开始决定 他就需要这个时间啊 就是这个时间 正好就是这个时间啊 反对交产投资争 董事会拖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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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爆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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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破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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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身是破爆的论者 然后 然后我觉得 破爆对于世新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媒体 然后世新也是一个 一直以传播 传播产业的龙头为名的学校 我们不能就这样随便 铲除掉一个媒体 这样是不对的 然后 我们民众有公共化 什么之类的方法 可以实行 为什么 为什么 学校董事会可以 擅自这样决定 这样不对的 我希望董事会可以 擅自 观众 真感谢 选择 cap 好